食安风暴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停止下来 尤其是过年前大家都在赶着采买年货 所以各地的卫生局也开始进行击查 像是台东县卫生局今天一早就到传统市场 针对大家比较常买的年纪干货 像是腌制的蔬菜还有干的金针来进行抽验 另外彰化县也在针对贩售通路来进行年货的击查 总共抽验了141件的年货跟肉类制品 结果发现有22件的防腐剂跟漂白剂都超标 这个违规率高达两成 其中又以在鸡汤里面常放的竹生 二氧化疗超量最严重超标23倍 还是要提醒大家在采买年货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夹起一把腌制酸菜放进袋子准备带回化验 台东县卫生局连同消保官 一早就到辖内的传统市场抽查年纪干货 包括腌萝卜 笋干 还有往年常未验出漂白剂超量的金针 都是击查重点 像台东的民产金针的那个部分 也常常有那个漂白水的部分放进去 造成大家的身体的影响 这个都不应该发生的 另外彰化县卫生局也针对传统市场 和大卖场超市进行击查 抽验民众过年常买的高类制品 干货和火锅料 抽查141件产品 包括冬虾和金针 都检验出有过量的漂白剂 为规律高达两成 其中又以竹参二氧化硫超量最为严重 那其中以这个竹参的违规是比较严重的 它的二氧化硫超量达到这个23倍 而且它的违规率达到这个8成5 卫生局表示 民众如果吃下含过量二氧化硫的产品 可能会优发气喘等不失症状 除了要求业者将违规产品下架 也提醒民众在挑选干货时 可以掌握三部原则 产品标示不清 颜色太鲜艳太白 或是有异味的都不要购买 另外煮之前也可以先用冷水浸泡一个小时 就能有效减少漂白剂的残留 记者李明德 林一峰 台东彰化 采访报导 文字幕志愿者 李明德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